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崇娟的那个画里头第一个要素 就是他掌握这一个偶然 这个偶然其实是中国生命哲学 跟美学的最重要的要素 那么我们用道家的话来讲 它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就是天地未分以前 叫了混沌 也就是道 他从这种偶然的 这样一个像他的那个画作 都有那种可能是受了波洛克的影响 那种点撒法 它是半自动的繁衍 构成它的画面里头的一个底色 在底色里头就随缘 表达他对信实存在的忧患 以及指向于永恒的这个意境 乐园 乌托邦 无后有指向 那么在这里 他希望借了他的画作 一方面呼应他自己内在的理想 一方面也许也希望召唤欣赏者 同样有了人性的普遍常导 他希望借了这个画 那么引发观者跟他这个作者的一个对话 那么这个对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很意识很自觉 从中国的传统里边来 虽然他事实上是引了庄子易经跟其他 那么我觉得他比较自觉的 这个一个辩证对话 确实从西方 西方的所谓诠释学 那诠释学之前是那个现象学 跟高达美的诠释学同时的 是姚思的所谓的接受美学 那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辩证性的 那也就是所谓有异域的融合 不同的世域之间的彼此融合 那就是作者跟欣赏者之间 通过这个画作做一种生命的对话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他引用的那个西方的这个理论 正是西方近代 比较能够往东方去接近的 从存在哲学开始 到现象学 诠释学 有这样的一个接近的一个倾向 可现在这个穹娟 他的有意无意之间 他是有一种中西的美学 绘画理论 他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感受 吴重娟对他的画作 他要用一些文字 中间也引了一些装子易经 做一个解说 他是借着这个呢 从这个作品引出去 引到无限远 让这个作品的 它的格局 欢间变大了 它有一种历史上面的承传 呼应 那呼应到哪里呢 吴重远 那么这个吴重娟 我不知道有没有自觉到这一点 但是他的感受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又是很专业 又有点像素人 素人是凭直觉的 这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叫点出 通过这样一个解说 他的起端 起点就是他的画作 跟他的终端 他指向于吴重远的那个境界 就是那个道 这两者都是非常中国的 那么这个起点 其实就是人的时代感 存在感 那吴重娟为什么要做画 有他的存在感跟时代感 就是忧患的心 他对于这个 比如说环境的被破坏 环保的意识 尤其有些人文社会 政治上面的一些偏差 导致人民的灾难 就是非常深有所感 这是一种逼天闽人的情怀 这种情怀呢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就称为忧患意识 那这就是一种 不是只关怀我个人 由我个人发出去关怀宇宙 那么吴重娟 有这样的一个忧患意识 他的画作中很清楚 用西方一点的观念 叫做讽刺 其实真的不好 说讽刺不如说调侃 说调侃呢 又不如说是这个忧患 才是比较准确 好 那这样的一种道德的忧患情怀 它必然像双生子一样 会引到终极的道德理想 这个道德理想是什么 就是天人合一 就是众生都能够各安其身 就是天下能够太平 这是中国历代的责任 乃至于这个艺术家 共有的一个理想 那么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背出来 梦者说上下与天地同流 庄者说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像成名道说 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像陆相山说 无心就是宇宙 这样的一种理想 道德理想的胸怀 这个吴从军也许他没有 很自觉地接上这些历史 但是他自然有他 在画作中表现出来的 这种遥远的一种理想 那比如他会出现他的 所谓的乐园 所谓的乌托邦 所谓的无和有之乡 那么这样的一些意念 事实上就是 这个人性的普遍常导 从宇宙论来讲叫天人合一 从个人的情怀来讲 那事实上就是一种 这种逍遥 乐乐的这个心性的一个陈屑 所以他也喜欢引装子 易经 有这样的异象的这些语言 从今天我们都看到了 通过他的解说 引动的对话 其实要让每一个人从当下的存在感 存在感不免破裂 能够引到终极的这个忧患的解决 就是一种乐天之命的道的体会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真的看到 终于明白吴充娟的话是什么回事 那就是我看他的话 我有的一种感受 跟这种感受的回应 这个回应也算是跟穷娟做一种对话 一起共其于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